乐坛前顶流胡传底心后 成功靠搞笑反红 知卦网友纷纷表示 事前公司的不知好歹 让汪素龙升级了星途 2015年 公司在汪素龙不知情的情况下 案子将歌曲版权卖给了别的平台盈利 气得汪素龙当即找公司理论 但他仅得到了老板一拖再拖 气得他当即一纸作装将公司告上法庭 正常官司打了足足三年才落下帷幕 因为没有版权 汪素龙的经济状况更是入不敷出 根本养活不起来刚跟许良合伙开起来的公司 为赚钱克服内向性格参加阴踪 结果却被节目组当成软世子年 一趟阴踪上 汪素龙一手追光者被剪到仅剩十秒 虽然他没在节目播出后给出回应 但小笼包们早就抗击键盘 在主办方地盘下大杀死风 硬是让节目组被动更换片源 因为他唱功优异玩耿失度 再加上他一登场就能让节目出圈 你就告诉他得了呗 我口音不中 你口音中被 等口头与逐渐火爆网络 不少节目组分分将汪素龙使为节目救星 而他也借着录节目机会 以便便向观众证明自己的改变能力和创作功底 眼见汪素龙事业一翻再翻 不少歌迷满眼都是心疼 如果不是前公司不做人 恐怕大家也见不到风格这么多遍的汪素龙 你最喜欢单剧循环汪素龙哪首歌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